第五次出循秦始皇为何必死无疑,不光他身体不行,还跟五个字有关,史记秦始皇本纪,说道,三十六年秋使者,从关东夜过怀一评书道,有人持弊者使者约为无一号持军,因言约今年祖龙死,公元前211年这是深秋里平静的一天出使关东的使者骑着马行驶在关道之上, 这时候队伍的最前面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人整个队伍因此停了下来,那人手里拿着一块玉璧,并将玉璧直接塞给使者,并说了一句今年祖龙死,秦始皇,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皇帝祖,就是开始的意思,龙是金王的象征所以世人就趁秦始皇为祖龙使者大吃一惊,不知所措因为这一句话的意思,就是在今年秦始皇会死, 说完这句话之后,那人就跑掉了等使者,回过神来人早,已经跑没影,了他甚至都没有看清楚来人的模样,只是觉得此事很是诡异,于是快马加鞭,那赶到都城向秦始皇报告了路上的经历,听闻这件事后秦始皇顿时感到几倍一凉,尽管这样的事情,他过去已经遇到不止一次了, 但是对于一个迷信的君王来说这无疑,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,而且当他仔细端详了这块玉璧之后,更是让他心头一看,因为这块玉璧不是别人的,正是他自己的就在公元前,219年他南巡,的时候,路过长江的时候,不小心使得这块玉璧掉入了江中,但是玉璧却在几年之后,又回到了自己的手中, 这不得不使秦始皇,认为是有神明在提醒自己,今年将会寿终正寝,这样的诅咒,萦绕在他的心头久久都不能散去,这也使得他在精神方面,受到了打击瞬间变得为你不堪,并倒在了床上实际上,秦始皇的身体早就已经出现了状况, 在公元前220年到前211年,他的身体情况就越来越差,每次说话都会发出类似于豺狼的声音从现代的医学来看,这就是支气管炎的症状,可是这个病在当时是很难痊愈的,而就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更是发生了如此可怕的事情,更是让秦始皇惊慌无措,病症,也变得更加严重,了面对这样的境地, 他只能寄希望于占卜,想以此来让自己的心理,能够得到一些慰藉,负责占卜的术士对他说,如果想要保住性命,那么就只有两种办法,一个是出游,另一个就是先喜听了这话,他很是范畴,作为一个君王,怎么能随随便遍地搬家呢? 因为如果是帝王搬家的话那就相当于是迁都,而且现在的都城也是之前从别的地方迁过来的,肯定不能再改变了既然,这个方法行不通那呢? 就只能选择出游了,于是,在公元前210年的冬天秦始皇,开始了他做上帝位以来的第五次出游,但是这一次出游却变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出游。 俗话说,每一个不行成的行为,都会有自己的作案动机,如果秦始皇在当时冷静分析,今年祖龙死这一案件的话或许就不会那么恐惧了,藏身在背后的神秘人,肯定知道如果这句预言到时候没有应验,肯定会跟自己的初衷相悖这样,不但不能使得秦始皇感到恐惧和不安,反而会让他活得更好。 所以进行这样的推理,我们就可以知道,幕后那个神秘人的最终目的,并不是想要诅咒他死,而是对他的一个警告,其实,今年祖龙死只是半句话剩下的半句,话神秘人是想要让秦始皇自己去领悟。 我们前面说到秦始皇有严重的知气管言,但是,也没有到不久就会去世的情况,而且当时的他才49岁,所以我们可以推出那句话,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,他剩下的生命已经没有多少了要为自己想想身后事。 这里身为一个帝王要考虑的身后知识,是什么呢?那肯定是选择由谁来继承自己的王位。 而那时候的秦始皇刚好,还没有立出,由此可见,说出这句预言的人并没有什么恶意,而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他很可能是秦始皇亲信中的一员。 知道皇帝的身体越来越高,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考虑把江山交付到谁的手里,国不可一日无君,将来万一有一天皇帝嫁,崩了那时候仍然没有储君,必定会导致国家大乱人心惶惶所以,这个神秘人必定是一位有着深谋忍虑的爱国忠臣。 但是秦始皇最终还是死了,就在出游的归途中,那么这真的是应验了那句预言吗?其实并没有。 了解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这个预言,并不准确,按照秦朝的算法来说,新的一年开始的时间是在十月,而秦始皇死于公元前二百一十年。 如果按照当时的预言,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二百一十年的期,八月而不是前二百一十年初但是,如果预言是明年祖龙死,那结果就是,相当诡异了参考资料,史记秦始皇本纪,其始皇身边的那些神秘预言。 对不起,对不起,对不起。